在具体今天我们怎么去用道德经 这个我有自己的一些感悟 因为我们一般来讲 很容易把道德经和道教连接起来 很容易把道教和修单 比如说修行修仙连接起来 这固然是他的一条路 那么在今天我们来讲 如果我们把道当作规律的话 普遍是用的规律的话 那道德经在生活中是有指导意义的 所以我这块我就感觉 他们在和儒家的分工上面 就有一点就是各分工了 如果我们把儒家当作经营家庭 构建家文化 比较有利的驱逐点的话 其实道家的这个经典和智慧 比较有助于让我们构建企业文化 因为企业要承担社会责任 企业以做事为主 它必须要做事 那么在做事选择事情 选择做什么 以及这个事情怎么去做 做到什么程度 这里面都有它自己的规律了 所以在这个规律里面的话 道德经的智慧就变得特别的 就超然超越了 所以这个就是道德经里面 另外一章讲的叫 道生之 德序之 物行之 事成之 其实这句话就很好的 来告诉了我们任何一个生态 当然在今天特别适合企业 因为据我了解 现在我们中国的社会企业 平均的寿命2.5年 所以大部分企业可能一年 你长一点的话超过10年很少 意味着什么 这个企业的生命特别短 为什么企业生命短 大部分都是以急功近利行为 对吧 你还没有很好的去涵养它 结果就想拿它来赚钱了 就像孩子 你根本就没有很好的去养育它 也没有投资让它教育 根本都没让它成长 结果就开始让它去打工去了 短期行为嘛 其实是把它的生命给它消耗掉的 所以在涵养一个企业的发展的过程中 到生殖 符合不符合到 就是最初的发心 你做了个企业想干什么 如果最初能量想去赚钱 就完了 对吧 那你如果想去看到一种社会责任 社会需求 想去满足社会需求 那发心又不一样了 最初的那个能量 那你认为它满足一个 社会发展需要的社会需求 就一定合到吗 这个所谓的社会需求 如果我们从道德里讲的话 是圣人心 就是众生的心 就是需求 它是欲望的层面的话 是不合适的 所以在更深层次 当然是觉醒的需要 最符合到了 对啊 就是说生殖一定是以这个作为 对 一定是生殖的根 正根 但是现在很多企业 它的本身就没有在这上面 所以它寿命就不长了 没错 对 所以就是说我们有一个课程 叫打造智慧幸福型企业 它第一个就说企业所有员工 对 意识能量的提升 是它的唯一目的 你知道吧 这是目的 是 这就把那个道生枝的根心连上了 连上了 对 然后呢 你知道这个结果会是什么样 当每一个员工高位智慧开启 嗯 这时候它的岗位创新将成为常态 成为常态 对 你知道吧 对 所以它永远能够在每一个岗位上 他头 这个每一个员工 请助的这个能量 都跟自己的觉醒相关 是 顺便 生出的智慧 对 就能让他做的这个事情 比别人的境界高 对 每一个人对自己岗位的这种判断 对 和对这个这个岗位的这种能量的一种和谐的呈现 啊 都能自然的呈现在他的岗位上 对 那这样的企业呢 你说他的成功成为必然 对嘛 对 所以这就是幸福型企业 道生志 对 所以这个道生志 对 得序志 得序志 幸福怎么来的 对 企业文化建立起了德的这个指令 这德的指令什么呢 付出是生命的第一需要 让每一个生命在你的岗位上 企业值给你创造了 你能付出你内在爱和智慧的机会 嗯 所以那你把付出当成第一需要 这时候你能体验 在付出的当下心 内在那种巨大的美好的感受 对 是吧 对 就是你刚才说那叫什么 自欠 自欠 嗯 他能在这个每个当下去体验 这种自欠 对对对 也没有能量太好了 对吧 那种你说这种多幸福 是是是吧 所以智慧幸福性企业是以道啊 生之和德序之呈现的这种啊 这个时候啊 你想显化的东西叫有心灾花花不发 无心插流流成 对 物行之 物行之 行出来的啊 这个行出来的东西 但是顺便出来的 是不是冲着它去的 现在的企业是以这儿为目标啊 以第三个层次作为目标 所以这个道和德全部在了 对 你看他第一没有根啊 第二呢 他蓄不起来能量 蓄不起来能量 对不对 所以他最后他这个显化 他只能在这个层面 随着三维空间承住坏空 对 他就稍纵及时啊 而且你知道现在这个时空能量的密度大啊 造成什么呢 任何一个产业 任何技术的 整个的marketing window 就市场接受它那个空间啊 变得越来越窄 对 原来我们做任何的产业啊 做这个企业啊 做技术 都是瞄准它未来的一个市场窗口 对 marketing window 我这个东西做到这儿 正好能够行 就显化出来 我能获得最大的利益 你知道 你一旦过了最好的这个阶段 你的这个利润率啊 就急剧下降 它的目的是在获得利益 但你知道吗 这个时空现在不给这种人机会 对 那为什么 市场窗口变成快门了 啪一门 就关上了 就你想要得到 你的欲望在那个点上 没了 作废了 你得白忙一场 所以现在这个时空已经 就你做实业啊 面临的就是这种障碍 你没有更高境界啊 你根本 所以你有了道 有了德 你能从高位看整个市场存在 所以那时候你落地的时候 你做任何项目的时候 你都可以踩在浪尖上 对 你知道吧 你能够从空间去 你根本不需要随着它的跌落下去 所以你每一脚都踩在浪尖上 对 那你步步都赢 对 这就是啊 这个这个道德经理讲 你要建构一个什么样的企业 对 你知道这个企业是什么啊 空中楼阁啊 什么叫空中楼阁啊 高位啊 如如不动的跟和道连接啊 它不会受任何时空能量的干扰的 对 它的核心干扰不了的 是 然后它蓄的能量是什么呀 是 都是高位能量啊 都在这个能够超时空的去感知 去超越的这份能量啊 你要这个能量怎么蓄起来的啊 就三维空间有的是有本事的人 这种人叫什么叫特种兵 然后叫特种兵 然后把这些人提到高维来 就变成特种空降兵啊 然后他们落地的时候 落在最该落的山头 那他从上往下全是降维 降维处理问题简单的一塌糊糊 这才是未来企业的这个啊 你知道吧 所以现在如果不把企业的境界拉到这个高 在原来时空里面 在三维 人们还能在这个承住坏空里面去 自己折腾自己一番啊 其实我说搞企业就是自己折腾自己一番 虽然你以为是在做好事 其实它折腾半天 它只要智慧没有提升 对 没义 但如果你的企业建构 你的组织建构啊 是以道引领的 是以续德 续这个能量啊 为为这个主要的方向的 那你在现实上显化就是要呈现啊 嗯 它在检验你的道德能量到什么境界 对啊 这又是佛家说的 是啊 这个这个 成所作制 嗯 是 所以这就是现在和未来企业的一个建构模式 对 我想这样一个巨大的变化 应该给我们今天的这个科技的发展 特别是互联网 普遍使用 智能手机 使用以后啊 因为在 其实在 以道的高位上去看的好 万事万物都是必然关联的 对 但是在过去一个静态社会里面 这种关联性不是那么明显 但是在今天一个互联网高度 渗透在我们生活里面的一个时代里面的话 其实这个观联性被呈现出来了 对 所以在这个社会里面 反是符合道的就成功了 对 你只要不符合道快速就失败了 对 其实它为我们的道啊 为新法的开启啊 提供了一个特别好的条件 对 就看我们怎么去用它 这里面特别重要的就是说 道法树气一脉相承 如果这个树和气 你不用来误道 对 那这种树和气就是障碍 障碍 对 你会让人产生依赖 其实人通过修炼 这种各种功能 它都可以有的 但是呢 这人呢 他依赖这种外向头 他执着在外向 这个东西变成 他在外向依赖的东西了 他内化的东西就被这些东西屏蔽了 所以如果它是个觉醒的生命 认为道法树气必须一体 这时候所有的法都成为了算法 对 所有的气都变成法气 法气 所以这个时候 就是我们看所有东西 所有技术的出现 是 你第一时间要想 这个东西帮我怎么得智慧 对 就怎么让它转化成法气 是 包括制造这个东西的人 是 他都能想到这个东西 怎么能再唤醒智慧的 在这个时空上起到最佳的作用 那这个东西就有意义了 如果他想这东西怎么满足人的欲望 怎么替代人的功能 这一定是造业的东西 所以其实就是一念之间 现代世界时空里面的呈现 完全不一样